麻木在舞台上唱歌表演套底冠旁边运动的民众们什么事 一开始相机正在阵阵阵 中间好几下都能感觉到画面 到超出息 镜头神奇的从外面大楼顶楼开始一路拍到舞台 如果喜欢我们也可以追踪一下我们推播IG 或是我的个人IG哦 嗨我叫Demi 大家在看音乐舞台的同时啊 有没有发现摄影师他们都会依照偶像们的歌曲去做运镜 让整个舞台效果变得更好 不过有一些太新潮的运镜就让粉丝们笑说 啊有点吃不消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整理27个K-POP舞台超奇葩运镜 如果你也喜欢偶像戏剧各种木偶好玩的事情 或喜欢听我coverK-POP的歌曲 十边卡通人之事 都欢迎到右下角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哟 第一种呢我会归类为 你动我也跟着动的运镜 摄影师呢基本上就是跟着偶像们的舞蹈在动的 TWICE TT 2016年这场大歌舞台 摄影大哥呢非常静泽的跟着九徒们上下抖一抖 我还以为是台湾又在地震了呢 Mama Moo You are the best 童年在show music court 唱的 中间这个晃动呢 也是晃到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了 NCT Black Unplug 摄影大哥大概是被他们的帅脚交给咪住 跟着左右摇摆 不知道我们是要看哪里 好现在什么都没看清楚就过去啦 Aspot Black Mamba这段我真的配涂摄影大哥的手术呢 可以跟上Aspot的动作 那看几次后呢 我真的觉得比我迁水的时候还要晕啊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 啊 真的很晕啊 但我相信是不是有很多人被Aspot的美貌给晕到不行呀 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就我国中的时候有就是上网 查过核盘测验去跟我自己的偶像做一个核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做过一样的事情呢 还没玩过推荐大家去下载HiSeer来玩玩看 它是一个你不管人在哪边都可以玩的一个算命APP 它里面核盘测验超级酷 还有分像男女核盘测验跟同性核盘测验 这样的不管你是喜欢脑像女友像你都可以测 但如果你还有喜欢或者是恋爱或者正在追的人呢 当然要给它测起来啊 那我会推荐原因啊 是因为它的爱情核盘测验超酷的 它有分 一般我以前玩的核盘测验顶多就告诉我跟对方 契合程度到多少啊 要怎么跟他相处等等就这样 很少遇过帮我分阶段性的 但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感情状况给我们更精准的建议 像是爱妹报告里面啊 它会帮你分析对方的理想性啊 然后你要怎么获得对方的好感 那热恋报告呢 就是它会分析你们两个人外的发展 是不是有机会走到结婚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已经有确认想结婚的 就是你可以看婚后报告 它会帮你分析你的家庭关系 你们在婚后中的挑战是什么等等 这我以前就是把范围给缩小 就是加强攻略的概念是超赞的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的核盘测验 我那天就选了我的男神 DPR一眼我来测测看看他核不核 我们的相似程度只有35分 性格互补部分只有60分 哇 他说我们节奏不同是天生的问题 然后一个比较冲动一个比较慢半拍 那看起来冲动应该就是我 而且感觉医院就是一个比较细腻跟比较敏感的个性 好那我要来看看就是我要怎么获得对方的好感 他说对方的感情很慢热 然后防备心比较强 嗯好像感觉出来 建议要表现得温和的样子 耐心的相处就是叫我聊天时呢 要适时的夸赞对方 要激发他想要跟我聊天的感觉 诶这很实用 因为很多人在暧昧的时候应该 都有过一些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 我觉得给一些这种实质上的经历会非常帮助 最夸张的是他还帮我分析就是一年的月份 他整个一年攻略都帮我排好诶 超强的 这个是我目前看过最强的爱情攻略了 好啦大家不管是想要撤偶像 或是你有暧昧恋爱或是结婚的对象 真的都可以下载来玩玩看 大家到HiSeer的App就是优商方 点选优惠券 输入Tipper520 就可以领取波霸专属爱情合盘六折优惠 从原价790 折价后450 就可以拿到一个梦幻的爱情合盘报告啦 除了合盘测证之外 你还可以看你美丽室 或者是占卜一对一咨询等等 就我之前看普承勋他上节目也说 他超爱玩这个 然后他还去说服 不看巴斯的金秀鞋 跟他一起下载这种游戏 那最后他有提供免费的人格报告 有兴趣的波霸 可以去优惠券那边输入Tipper1314 你就可以获得啦 那我测出来的就是 脑洞大开的艺术生活家 嗯 其实我觉得光是这个title就觉得很我欸 是不是 心小编狂点头 好啦 相信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情感需求 多多少少都可以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建议当参考咯 下一种呢 我会称它是地震式运震 因为它一二三四级都有 I The Nude 2022年在音乐银行 这场呢算是一级地震 从一开始相机正在震震震 中间好几下都能感觉到 画面兜兜兜兜兜兜 到超出现 可能这么有笑说 摄影大哥是否无法抵挡孩子们的魅力 被惊讶到手兜兜兜的呀 The Voice Voice 2017年NBC这场 不得不说是真的很帅 但这段成员们做像是开花式的动作 镜头真的大概有二级了吧 粉丝表示似乎不震的画面好像比较舒服 艾夫黑亚 再来就是化身魔法少女回归的艾夫 这首黑亚中间副歌 余蓁跪地滑出的这段舞蹈 让所有代夫们都大尖叫 太帅啦 但有一次在 Music Bank 打歌舞台时 摄影师可能想要加强震动的感觉 就跟着余蓁一起地震 没想到却让粉丝们说 似乎降低了余蓁舞蹈的力度 不过后面余蓁转身搭配镜头的这个移动 就超级完美啦 大家都知道这首是 是传你经典又气氛炸爆的歌吧 看得出来摄影大哥是想在歌曲高筹处 搭配音乐加强效果 才把镜头震到跟三级地震有得比 小妖门你觉得这个效果还满意吗 CTS的Danger不晓得这段特殊运镜 算不算是防弹的小小偏历史 我看几次都觉得很有趣 显然摄影大哥是想搭配歌曲机关枪的声音 做这种堪比四级地震的效果 不过在当时看还是真的觉得很帅啦 我真的超想招 然后摄影大哥是怎么会躲的 好厉害还是极其超想知道的 再来我会称为这个叫旋转式运镜 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好像被丢进洗衣机里面 然后你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的感觉 好啦小小晕船警告如果会晕得斟酌观看 2013年NBC Music Festival这场感觉很像是在做云霄飞车 镜头直接快速转了两圈不要再搭厕所看哦会晕 小女时代的The Voice 早期音乐舞台摄影师似乎很喜欢这种旋转式的运镜 就是有种被丢进洗衣机里面的视角 手腕门这样看哨时呢 有没有觉得更被更迷幻了呀 Secret Love is Move 就说当时很流行洗衣机视角吧 因为Secret呢也不妨多让 还给你整个两圈 尾忙了 Shinny Everybody 这首真的有很多奇特的运镜手法 摄影师还自己做转场 Shinny I'm not cool 2021年这场运镜老师说其实蛮酷的 就处在一个要晕不应的临界点 有一种在玩海刀船的感觉 NCT Dream Boon 这个360度的旋转速度呢 好像是目前看起来最舒服的 能清楚看到成员们的样子非常的赞 就是从早期十年前那种 超快速360度的那种旋转 到现在就是稍微有放慢速度转 结果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洗衣机式预镜 还是没有被放弃 下一个呢我会归类为是 超浪远景运镜 就是如果你找到你家偶像 嗯你厉害 照理说唱到副歌时 可能会近拍一点卡 能看到偶像的舞蹈和表情 但Black Pink的这场拉了超远 才可以拉 Size Fancy 在MGMA这场也是 唱到副歌后再次拉远 还是这是大舞台的一种固定运镜手法 但粉丝们想看的是九兔 我是台下我们观众的头头鸭 Apink 这场更让我感到黑人问号 镜头呢先是近拍吉他手的手 OK 这没问题 但是下一秒呢 这到底是失误呢 还是一种运镜手法呢 GIRL'S DAY FRIEMAL PRECEDENT 镜头神奇的从外面大楼顶楼 开始一路拍到舞台 听到GIRL'S DAY 哒哒哒 超久 才让粉丝看到人 我们说到底是 MAMAMU MOR 这场是我觉得最好笑的 因为MAMU在舞台上唱歌表演 到底关旁边运动的民众 没什么事 就说你找到偶像算你厉害了吧 不知道身为这些民众 看到自己出现在 MAMU的表演舞台影片里面 我一直做个感想 咱们 哈哈 超好笑 Super Junior Black Suit 想看欧巴们吗 镜头片不给你看 不晓得是否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所以摄影师呢一直在拉狼警 或是拍台下的艺人 有粉丝说现场看哭泉跟狗一样 想回家好好看回放 诶 结果 Seventeen和Newest W Heaven 同样是在妈妈的舞台上 但我只看到一堆黑黑的头 还有舞台是掌手的六角星 看来拍舞台真的是 妈妈拍摄的特色之一了 就问小时期到底在哪里 请还给我 I have Kepler N-Mix New jeans Let's R Finn 2022年一起合作 妈妈的大型舞台啊 当时除了被喊网说 演出很像高中惩罚很灵犯之外 你的用镜也是被骂得一塌糊涂 不知道在拉什么 好啦 最后一种呢 我称它为是特写式运镜 基本上呢 动作都会拍得超级 让你看超级清楚这种 Fx Diamond Forward 摄影大哥呢 非常敬业的想要让大家看清楚 他们的手部动作呢 还特别帮我们特写腔调 再强调 Shiny Everybody 又上榜了吧 我就说它有很多特殊运镜手法 所以没想到这个队型呢 可以从我们Shiny 胯下拍过去 这真的是我目前看到 最最奇特的拍摄手法了 你知道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它怎么拍的嘛 然后我们之前有查过 它其实是用一个 像GoPro的小东西 拿一个机器这样 一台小车车这样开过去 拍的 这个角度呢 真的超新奇 摄影大哥实在太厉害 因为每个动作都跟好跟紧 看来真的对Espia的动作 非常之熟悉 最后我要加码 早期K-pop的运镜 看了30秒呢 我都还没找到李真贤 偶逆的脸 而且李真贤这首真的是太经典了 超级多韩星都有模仿 致敬过 那个什么 我那天就说他叫杰米 那个杰米还跳 可恶他在外面忙 好啦我们其实分享到这边呢 也不是要批评 摄影大哥们的一些手法 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会为了 就是偶像们的歌曲啊 去强调 想要让整个歌曲有更好的效果 做出一些比较新式的拍摄方法 大家知道他们走在非常前面的 而且他们也真的是非常用心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私下其实做了多少功课 先前刘大臣的节目 刘Quiz就请来两位人气勾咬 独特拍摄手法的摄影师 赵正贤及宋诺勋 分享平常他们都是怎么拍摄舞台的 除了要事先熟悉爱豆的歌曲 再来安排走位之外 还要背下团体的走位及动作 更表示 每位偶像啊 都是经过多年才出道的 都算时间再短 他们也要帮他捕捉画面 是不是听起来超级用心 很多偶像他们其实都非常感谢 就是摄影大哥们的付出及努力 看到刚刚那一句我就会觉得 哦 很甘心 我觉得在舞台上啊 就是感觉表演者跟摄影大哥 他们的关系是双向的 因为表演者尽力做好自己的舞台 然后摄影大哥尽力把他们的舞台再放大 两方呢 都是为了给观众们更好的视觉感受啦 好啦 今天哪个特殊运镜 是你真的觉得很奇葩的咧 或是还有哪个运镜你也觉得很有趣 想跟我们分享的 欢迎到影片下方留言处 还有我们讨论留言分享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我觉得今天最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X-PAR那个 除了我刚刚提到洗衣机室 X-PAR那个云霄飞车转超快的 那个应该 那个应该就是架好的 然后就想想想想 然后我刚不是有 最后有分享两个那个摄影师 他们上节目嘛 他们就现场在示范 他们真的就这样一直跳来跳去 然后前后拉什么跑超快 然后跟跑 像我们有看到那种绕圈圈的事 他们就真的是全跑了 X-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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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真的要超熟 你看他们如果一场舞台 没比今天十个人来 十组来打歌 他们十组都要熟欸 我那时候看他们上节目分享之后 我就觉得哇 啊 这要是我觉得不会做这种工作 激烈 哈哈